好 真好 好 女儿 两年前我回来的时候 你是郑家大少爷的小妾 现在你是盖帮帮主的夫人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你坏话 为什么有人说你是 扫把心 毁性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 为啥呀 芳儿 真是为啥 咱们怎么成亲的你忘了吗 咱们成亲那天晚上说的那句话 你忘了吗 你还是我的那个芳儿吗 你还是我心里的那个芳儿吗 我 我 我 不是吗 你不是我心里的那个芳儿吗 我的那个芳儿 是能在郑家门口站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的烈女子 她是能在天堂上不怕点天灯的烈女子 是头顶天跤塌地的烈女子 不是一个见谁跟谁好 见谁跟谁谁的妖姐 芳儿 芳儿 你怎么了 你连她都嫁了 你想想她怎么害过你 怎么害过我 你问问她 我把你从凤家带出来的时候 是谁告的命 她 她 她说过是她告的命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现在你们是一家人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她现在是你的男人了 你还记不记得 在碗子里头只要有人说你的话 我就跟她打 我父母说你的话 我就跟他们闹 你知道吗 我为了一纸修书 我可以不要这个家 我可以不要爹娘 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除了冲锋陷阵 你 枪林弹雨之外 我脑子里头没有旁 我想你 我惦记着你 我就是兴趣哪张大阁壳人 我都会梦见你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这 你说我保护爹娘 爹娘呢 死了 怎么死呢 你明明知道谁是仇人 你还听她的加个一条口 她不是自愿的 她是被逼的 你死去啊 被逼的你死啊 头上公子的话谁说的 郑天方把你玩腻了是吧 把你玩腻了把你开厌了 把你当个骨头送给她了 是不是 你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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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儿 你给她说 你是怎么想 是怎么做 是怎么说的 你说话呀 你也别追 你也别追 可以说不可以说 她都说了 我还有啥可以说的 牛毛毛 你光知道你过得不容易 你知道你走着两年凤儿是怎么过的吗 算了 说这些干什么 还有什么用 好 长官 你还有爸的事 你 要是没有什么事 我 我会无乱 警察呢 你要干什么 你 长娘 长娘 你凭什么干我的事 你凭什么干我的回法书 爹 是活了手 爹 娘 儿子不孝啊 我误会你们了 你们说的对啊 我是混的 我是傻子 我为什么不信你们的话 你们说的对 份不是份了 我是傻子呀 天天啊 你们可怜可怜我 跟我说说话行不行 你们告诉我 我那个份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我求求你们说句话呀 你们说说话 说句话呀 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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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哪儿了 偏好我替那个家子 我的份儿死了 我的那个份儿死了 女哥 女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你这是干什么 份儿死了 你以后活着还有啥意思 女哥哥 你听我说 女哥哥 你听我说 你不能这样 为了这么一个贱女人 咱去死 直接再把你说 送手 把刀给我 救护我的 我给你 以后活着 我给你 干什么 哥 哥 喝口水 压一下火 来 耳听是虚 眼见为实吧 你现在相信缝是啥人了吧 他不是我的缝 我的缝不是这样 所以才说他变了 你呀 哥 你太憨了 你想啊 连他亲天亲娘都不信他了 你还信他 兄弟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 和花子汗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你就是打死我我都不信 你说哥呀 你对他是一座山 他呢 他对你是一片云 你是这种烂女人 他不是我的缝 我的缝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行了行了 哥 你早就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我照着你 我给你弄点吃清除 没有 我对你太默肠 jours了 被人绞 Puerto 她不是我的缝 不是我的缝 就在妞儿和缝儿的感情矛盾 达到了白热化的同时 我妈也面临着她人生中的 最大一次心理挫折 红军团重返万安县的那年 我妈怀了我 她后来对我说 也许就是要当母亲的缘故 那些日子的格外廉价 她格外想念我的姥姥 她同时也承认 红军包围郑家寨的时候 她的心情很复杂 她也说不出为什么 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那是她参加革命许多年来 还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校园 怎么还不休息啊 你是要当母亲的人了 我为自己想 要为孩子想想 走吧 孙悦 你好像有什么话 要跟我说是吗 我们什么时候攻打郑家寨 就这几天了 郑家寨是反东施令 最集中 也是最嚣张的地方 只有打下郑家寨 才算是真正解放的马鞍 她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你是说 郑伟兴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她最大恶极 死有一顾 许元 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我 我的意思是 给她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们可以处置她 是可不可以不杀她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不对 她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理解 我理解 郑秀云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她说这只是她的一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也不对 有想法就会有行动 作为一名红军战士 一名共产党员 个人的意志 要服从于革命的意志 服从党的意志 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看来她的思想改造 还不够 而且是很不够 要想成为一个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必须要斩断 所有的私心杂念 是啊 郑秀云同志的这些想法 和情绪 是很成问题的 也是很危险的 最近 我们已经有战士 在开始议论这些事情了 如果说这种想法和情绪 在战士和干部当中蔓延起来 那是很危险的 姜团长有什么态度 姜团长 有点暧昧 他们毕竟是夫妻嘛 小云呢 我们俩是夫妻 但也是因为共同的理想 而走在一起的革命伴侣 如果我说了有些话 说中了的话 千万别往心里去 好 你和郑未兴的关系 你和郑未兴的关系 现在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 见解上的冲突 或者是半指举嘴 吵几次架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和她 是阶级的对立 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 所以 任何时候 我们必须把握一点 革命的利益 才是最高利益 我知道了 团长同志 去吧 张女儿 女儿 陈连长 她这是怎么了 她回程家晚 看她爹娘和媳妇去了 说好明天一早返回部队的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也想退家了 肯定是死的 这 这 相信吗 怎么回事 这这这这这这这 出状况了 啥事吗 我哪知道啊 你去问问 那你去问 你去去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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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连长 咱爸妈还好吧 我嫂子好吧 出状况了 没见着我嫂子 嫂子被那个王八蛋关着 你倒是说话呀 急死我呀 你想 你说出来大家要帮你的忙啊 你真想帮我 那当然 咱们是战友是兄弟 你 老子现在想杀人 借你脑袋实实 小牛 连长 团长 我们连长出状了 从家里回来就去 你先睡吧 叫 说呀 那个 怎么在门呢 红军团三要一连连掌成将 向你消架 芳儿 这宁莫王不知道这是专门为花摘的 他可能是一时的那 他有机可以砍了我 他为啥砍我的树 芳儿 那儿围点你啊 回屋歇着吧 不要管我 芳儿 回屋歇着 我说了你不要管我 可怀 芳儿 芳儿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 把父亲山上的花都采来了 一号放叫日女儿的仙娘啊 我们在一起一辈子 夫妻对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出什么事了 团长 咱们什么时候攻打郑家寨 看在咱们曾经是难有的份上 你一定要让我们连当先方连 谁要是敢跟我争 我就跟他急 风还在争甲 别跟我提风 他已经不是我的风了 不是了 看来真是出状况了 你就不能跟我说说吗 咱们可是朋友 我求求你了 别问了 行不行啊